如果有一个想把自己杀掉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遇到另外一个尸体 打断了他的自杀 那故事会怎么进行 这个案子其实非常离奇 因为他把心脏跟手指都举走了 他的杀机和杀衣到底是什么 他有时候可能会让你兴奋 有时候可能让你鸡皮疙瘩毛骨 肾上腺素的标高 他会来真的 想呈现的动作比较扎实 用最少的镜头数去完成动作的场子 我时间不好抓 我得用尽全力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人物跟人物之间的情感 实联移工在社会的脉络下面他们常被忽略 你以为一米糊就是这么多 空的压超市对于这些出门在外的移工是一个天堂嘛 或者是解乡愁的地方 藏景主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找 空了很久的一个老房子 这全部都是搭的 其实那些不吃老小孩 每天都要吃老鸡香糖 米鹿买 有没有钱 我们没有要付你钱 我可以买 但我选择不吃 我大概掉了最多的时候到7公斤 很暴力的减重之后 在外貌上已经比无解还要无解 你每天就吃这个 你一定会瘦 我们动作戏是需要卡路里的 需要热量 但不要忘了 他很饿很 看到宵夜的时候 拿出来拿枪在那里 想说谁来我就拿枪扫射你们 演员要很入戏之外 大家都很用心来 成为这一个故事的任何一个部分 然后往上就了 与其你的思想 使用长 ан分枢 感谢观看